相較日本他們對於這個水產品這個註冊這件事情 是積極的輔導還做新系統 那台灣是一打電話頭髮鏈剛問業者說要不要輔輔導 會覺得說兩岸沒有管道才會變成政府為什麼被禁都不知道 啊 我跟你講齁 台灣出口的43%還是到中國大陸 其實兩邊你知道齁 明明交易額就這麼大你知道齁 然後每天都在構造 其實這樣齁 你不要看那個農產品那個事物項目被禁一大堆 相對整個出口而已 你知道 其實它占的比例很小 這就這樣齁 明白的講雙方都還在構造 不過這樣啦 兩岸關係長期來就不好 怎麼去改善兩岸關係 這是要思考一下的 金門高粱還有 金門高粱 沙市這一些就是現在也傳出要被禁 而且聽說就是下個禮拜還會有更多 我講過嘛 其實明白講 剛才再重複一遍 其實台灣對外的輸口金額 你知道 中國大陸佔43% 所以其實現在目前這些正確的講叫騷擾站 因為市長對那個金額最大 電子產品現在都也沒有在動 所以這只是雙方關係不好 雙方在構造 但是我覺得這不好啦 因為這樣 我說齁 台灣海峽距離是固定的 但人心的距離是會變動的 所以我相信大陸也要思考一下 對台灣這樣做 只是讓台灣人跑得跑